下一节,复兴的君主,复兴的社会 君主权力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仍然像自789年以来的那样,是封地、神权和祖权的混合物 如果有变化的话,就是各种成分的相对力量,所处背景和现实含义 统治者仍然将自己视为老爷宗的老爷,坚持分地的仪式,而且直到1695年,封地税还被提起 然而,王室和官僚机构已成为权力的发动机,教会和大封地领主被限制得更紧 更有效控制各省的手段正在不断地发展 特别明显的是,最初作为封地协商形式的封地大会,一位日渐强大的国家的受害者 大会自1484年以后就没有召开过 仅仅在1560年发生继位危机时,才临时复活开会 君主头顶神圣的光环,通过国王触摸来驱赶妖魔,仍在继续 但王权现在的基础是主权,如同路易十一所称 王国全体政府和管理机构,还有我们的好市政,都只属于我们 公共权威,现在体现在君主身上,而王冠则是主权的体现 同时还要唤醒统治者领导的大众,这是多么艰难困苦啊 在1360年将他们置于英国人之首的布雷迪尼条约签署后 卡奥尔的议员这样写道 放弃自己天生的领主,而去接受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主人 王朝在百年战争期间巧妙地用国王来操纵身份意识 并激发起对英国人的刻骨仇恨 这一点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许多当地居民对法兰西国家的要求和军队 也如同对其他任何王朝一样满怀敌意 保持地区的特有形式,即地方等级、高等法院、海关等等 成为主权的一种义务 绝对权利,一个不断被王朝宣传家使用的措辞 意味着不仅仅是立法 同时还要在立法时遵守王国的基本法律 这些基础法律包括了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 甚至教皇在位时所要求的王权独立性 他们所包含的中世纪的国际主义已经过时 法国国王是他自己国家的皇帝 他是自15世纪中期以来 拥有世袭皇帝封号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为平起平坐者 而不是高高在上者 教皇职位也算不了什么 国王的极权主义意味着教皇的相对主义 美男子菲利普自1309年起 在阿维尼翁将教皇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自1378年至1417年 敌对的罗马教皇和阿维尼翁教皇 封列了西方基督教世界 教皇庇护武士是1504年至1572年在位 动员的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不光彩的失败了 过分强大的臣仆热宗模仿王家气势 迫使国王们走上了政治上耀武扬威 大吹大雷和百阔险富之路 在体现王权方面采取了精心策划的大摆排畅的政策 国王们的穿着与众不同 他们参加的宗教典礼使他们离成脱俗 王室仁慈象征的金百合 国王加冕礼上身着的天蓝色王袍 加上王冠 国王的权杖和国家常见 是典型的主权标志 王室礼仪更为铺层豪华 骑士团 新骑士团 1351年的新骑士团 和1469年的圣米歇尔团 是特意展示的集中表现 宫廷对艺术大张旗鼓的庇护恩宠 使得王宫成为继中世纪教堂后的 最精美繁复的艺术之地 自15世纪后期期 骑士艺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 开始渗透法兰西王室 14世纪和15世纪 意大利对艺术和古典经典知识的再评价 原来部分由于百年战争的关系 而影响有限 然而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廷和普罗旺斯 勒内国王的宫廷 却成为扩大意大利影响的渠道 弗兰西斯一世是1515年至1547年在位 他更是一位意大利艺术的爱好者 他将意大利的艺术家 画家和学者引入法国 当1519年 莱奥纳多·达芬奇在安布瓦斯去世时 班温努多·切利尼是来访者 弗朗西斯一世建立了王家学院 也就是后来的法兰西学院 成为除意大利首创的人文学大学之外的 一个灯塔般的创举 建筑受到了意大利的影响相对较慢 部分原因是因为 哥特式火焰建筑风格充满了火力 然而意大利风格已经开始在 卢瓦尔河谷宫殿的设计中产生了影响 安布瓦斯 布鲁瓦 桑布尔 阿扎勒里多和神龙索等宫殿城堡 充分证实证明了意大利风格的成功植入 此后 在弗朗西斯于16世纪20年代后期所建造的宫殿里 丰丹百路学派 主要是意大利画家所带来的城堡装饰艺术 对本地的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意大利给法国王室带去了文艺复兴风格和价值观 作为回报 法国国王则将战争出口 这则将战争出口到了意大利半岛 从1494年持续到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 对一个能否掌握自己内部问题的王朝的信心是一个考验 在这一时期 其他国家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扩张领土进行殖民 由于建成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和191492年发现了美洲 世界打开了 1534年 靠法国人撑腰的亚克卡迪埃宣布增幅加拿大 但总的说来 与世界上欧洲以外的地方相比 法国王朝更关心意大利半岛 意大利战争成为折磨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世的大贵族们 宣泄其侵略倾向的通道 战争起因于一个王朝问题 法洛瓦王朝要征服年轻的新国王 查理巴士领导的纳布勒斯王国 查理巴士是1483年至1498年在位 尽管法国君主在发动战争时 常常援引国家利益 但法国军队却只不过是来自瑞士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或其他地方 甚至是本国的 持有武器的冷酷的雇佣军 战争宣告了骑士 骑兵战时代的终结 作战者是应召而来的职业军人 获成雇佣军 他们还分别装备了便携式火力装置 用的是火神枪 后来是滑塘枪 加上战场上大量使用的长矛 而弓箭则已成为历史 1494年 查理巴士把大规模的炮兵转入半岛 很快胜利地攻破了意大利城市的城墙 教皇 朱利叶斯二世联合了地方势力 并招募小勇散战的瑞士军队 展开了抵抗运动 教皇 朱利叶斯二世是1503年至1513年在位 在教皇位 然而 朱利叶斯二世于1515年在 马里尼昂对瑞士雇佣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他为了确保这一优势 逼迫教皇于1510年签署了 博罗尼亚教务条约 确认国王的权利在法国教会之上 意大利战争已经超越了意大利的范围 意大利半岛成为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授权的哈布斯堡政权 发生全面冲突的舞台 1519年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国王 查理五世 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 法国面临被包围的威胁 特别是在查理的辖区 包括弗朗瑟捆泰和南部地区 1525年 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被打败并被俘虏后 这一威胁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了 他于1526年被迫接受了马德里条约里的屈辱的和平条款 法国统治者在低潮中败退 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 并不嫌弃与德国信仰路德教派的王子结成联盟 甚至在1543年 欧洲外交编年史上的第一次与奥特曼土耳其人结盟 导致1559年战争宗旨的卡托 康布雷奇条约充分突出了他们非意大利人的特点 法国人放弃了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一切利益 从英国人手中要回了加莱 并在事实上确保控制罗岭地区的三个教区 土耳 梅斯和凡尔登 路易十二的一位顾问曾经对他说 国王发动战争需要三件东西 第一金钱 第二金钱 第三还是金钱 法国在60年中能够进行这些开支浩大的战争 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 使得统治者可以通过赋税 举债和卖官来拘取法兰西经济和社会 开始拥有的财富 15世纪50年代 在经历了中世纪分建经济危机后 经济复苏开始出现 与探险者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欧洲财富 普遍增长 遥相呼应 复苏的精确指数是人口规模 在1450年左右 长期低下的人口迅速增长 特别是在法国南方 在16世纪中期 几乎达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 1572年 布朗多姆写道 法国的发展就像鸡蛋那样圆满 这样使得死亡率的危机不太严重 在16世纪上半叶 鼠疫和饥荒较少发生 至15世纪90年代以来 战争往往发生在法国边界以外 而不是在国内 人口增长与农业复苏密切相关 在黑死病瘟疫和百年战争之后 产量的增加不是靠提高劳动效率 而是靠扩大耕地面积 寻麻经济被砍掉 攀原植物也被清除 肥沃的土地越来越少 在1600年以后 开始推广种植两季植物 两季作物 西部农民开始播种草蔓 而在南部 靠来自新大陆的一种神奇作物 玉米可以同样数量的耕地来养活更多的人 从中世纪的庄园种植 转变到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生产 提供了更好的增加产量的环境 半独立的农民家庭 比受压迫的奴隶更有发展生产 以满足日益扩大的食品市场的积极性 看来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的人口灾难 在城市和村镇更加严重 据说 历磨日在1435年 人口下降到只有最后五个居民 在15世纪后期 城镇又开始发展 巴黎1550年时 人口增加到25万人以上 在1500年至1600年间 卢昂的人口从4万增加到了7.5万人 里昂从4.4万人增加到了5.8万人 波尔多从2.5万人上升到3.5万人 城镇需要更广泛的生产基地 城市建设的浪潮就是财富达到新水平的建政 许多贵族在城里建房 并参加到城市文化生活中 港口城市做得尤其好 特别是那些过去在法罗瓦王朝的敌人或对手控制下 而现在完全归入王国的城市 如马赛 鲁昂 波尔多 南特等等 圣马罗 拉罗西尔和新建立的 勒阿富尔也都繁荣兴旺 在东南部 里昂特别有火力 成为国际中心 他与意大利和瑞士交界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弗兰德斯 瑞士 日尔曼和意大利移民 他们被活跃的交易 集市 银行 以及制造业的高速技术 高超技术所吸引 由于在这样广泛的业务领域进行频繁的经济交流 西欧在15世纪晚期尝试进行信息交流方面的革命 印刷代表着书写诞生以来人类在交流领域最伟大的成就 自1450年 美银资的工匠约翰古登堡首次使用活字以来 印刷术就从13世纪以来的补充性创新 生产纸张 发明墨水 使用木膜印刷和发明眼镜中脱印而出 法国第一家印刷社于1470年在巴黎建立 尽管1458年已有一家在讲德语的斯塔拉斯堡成立 到1490年时 法国共有9家印刷社 是世纪初的三倍之多 在出版业更为活跃的莱因兰和意大利 出版的书籍也大量流通 在16世纪上半叶 巴黎成为欧洲最富盛名的印刷出版中心 而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李昂在欧洲也富有盛名 比手抄本更便宜 数量更大 也更便于管理的印刷术 创造了书籍市场 自路易十一统治以来 邮政服务业的发展 有助于使阅读者的圈子 与手稿时代相比 扩大到了学者和专家以外的人群 交流用的语言也有所变化 若阿湘德贝莱的法兰西语言的辩护与说明 这是1549年出版的 反映了读者的变化 并使法语成为有时甚至超过拉丁语的学习 和文明辩论的合法手段 七贤人 贝莱 隆萨尔 若戴尔和其他人 在世纪中叶所写的诗歌 奠定了法语 作为诗歌代表表达手段的基础 弗朗索瓦·拉布雷的出色作品 突出表现了语言的丰富多彩 印刷术使得圣经 同样可以在方言地区广泛流传 在中世纪曾产生过文学的 奥克西塔尼 皮卡尔迪 或其他语言及方言 现在陷入了混乱 大部分变成了口头语言 1539年 使法语成为所有法律和官方文件语言的 维雷 科特莱斥令 表明了法语 现在是权力 也是文学的表达语言 对这些经济文化变化 在法国国内产生的影响 评价过高是错误的 尽管法语有作为苏面语言的优越地位 但长期以来 这是法国少数人的口头语言 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 四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不会讲法语 许多人不能够用法语进行长篇的对话 不列吞语 德语 西班牙语 巴斯克语等统治着奥克西塔尼地区 和许多地区的方言图语 仍然在使用 特别是在农民 城市工人和妇女之中大行其道 同时 对所有世界重大发现 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交流革命而言 五分之四的法国男人和女人 只在他们出生的直径15英里的范围之内 找对象结婚 许多甚至就是在同一个村庄 此外 90%至95%的生意和贸易 贸易往来也只是发生在半径25英里至50英里的范围内 对法国大众来说 文艺复兴的固定性和稳定性 亦如其流动性和交换性 也许比突然发生巨变的文化革新 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中的新经济事实 名为通货膨胀 其根源是由于人口增长 需求超过资源 再加上从新大陆进口的贵金属 1566年 人类学家让伯丹的文章估计 与上个世纪相比 商品的价格上涨了十倍 他夸张地写道 从整体来看 尽管粮食在上一个世纪里增加了700% 但年增长率仅为2%至3% 虽然与20世纪的经验相比 则看上去低得可怜 然而这就是早期现代社会环境下的经济考验 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入 他制造了赢家和输家 对于商业高手 通货膨胀却能够产生利润 这个世纪发生了许多成功的故事 如都市贵族 商人 从事加工和管理的资产阶级的翩翩大富 就是见证 在土地方面 将地租以现金支付 那么不随着通货膨胀 而调整租金的领主 就会受到损失 而那些以食物带租金者 或随着通货膨胀 而调整租金的人 就有机会干得很好 那些为食品市场 而扩大生产的农民 同样能够赠到钱 那些村庄雄鸡 即叫了好运的农民 不断在伙伴面前称王称霸 另一方面 由于人口增长而形成了资产分散 低于自己自主水平的压力 小农被迫在卖方市场 购买每日的面包 工资无法与物价同步 造成农村社会下沉的长期贫困 这从食肉明显下降中 即可略见一斑 同样 城里所有拿固定工资的人 无论他们是仆人或是大学教授 都受到生活水平恶化的威胁 尽管比较贫穷的城市劳动者 和制造业者受害最大 市政当局对街道上 大群一贫如洗的农民 失业工人和一事无成的贫困 贫穷困苦 感到日益焦虑不安 自16世纪20年代起 他们就制定了群人救济计划 对那些他们认为配得上的穷人 提供救济金 惩罚那些配不上的人 尽可能为失业者提供工作 这些措施与问题的规模相比 是不相称的 当时的人广泛谴责穷人丐帮 造成瘟疫蔓延和城市烧乱 这些问题对经济增长 构成了负面影响 尽管许多人认为 似乎是下层威胁 破坏了文艺复兴社会的辉煌 但实际是社会精英内部的分裂 终结了这一乐观的时代 卡托·康布雷奇协定的签署 标志着在法兰西国界内 好战贵族卷土重来 他们整整两代人 向意大利半岛大举侵略 他们的再度出现 预示着宗教战争时期的内战 重新开始